这怎么可能把群善良的学生变成 小学的恶魔 只需要5天 一个德国的老师在学校做了一个实验 将一群善良的学生变成恶人 甚至是杀人犯 只需要5天的时间 而且这个实验呢 到了第5天 学生都陷入了疯狂 如果一直发展下去 他们这个组织可能会把整个德国占领 后果不堪设想 具体这种博言 被大家讲讲老师对学生的人性实验 这文格尔是在德国一所中学当老师 由于不是名牌需要毕业的 所以总被同行看不起 学校活动周的课程 这文格尔本来要教无政府的课程 但是没想到这也被其他老师抢走 只能是教授学生无聊的纳粹独裁政治课程 文格尔是找到那个同事理论 但是却遭到同事的无情嘲讽 文格尔也是很无奈呢 过了几天呢 这活动周是终于到了 文格尔是前去上课 不过这刚走一教师 他又发现学生们根本就没人搭理他 因为同学们都认为 纳粹独裁政治那是过去式 不会再次出现 这门课根本就没用 混个学分了事就行 为了提起学生的兴趣 文格尔决定咱们做一个 为期五天的 关于纳粹独裁政治的实验 这一下同学们是都来了兴趣 文老师决定啊 让大家首先要调整座位 让这不属于同学都坐在一起 既然是独裁统治 必须要选一个领导者 那学生们纷纷提议啊 让文格尔当领导者 毕竟这也是文老师呢 文格尔要求学生们 称呼他为文格尔先生 学生们都觉得很有趣 那全部照错 紧接着他又提出了 第二个要求 说这发言必须要起立 有的学生呢 提出也觉得这有些过分了啊 文格尔则表示 起立可以促进学循环 没有坏处 而且还要小帅起立 演示了一下 小帅啊也是很配合 他觉得这站起来的空气 确实是要比地上的空气好一点 同学们这才同意 坐在后排的小明啊 是个妥妥的富二代 为了不受欺负 都甚至给校爸 买起来围禁的药瓶 但是却还一直被孤立 甚至被起了个外号就是软脚虾 不过这小明觉得这门课很是有趣 那是第一个响应了文格尔的提议 其他的学生也跟着做 只有这班上的混黄毛 那是拒绝参加课程 第一堂课就这样顺利结束 等到了第二天 这一进教室 所有的同学一口同声的 向文格尔先生问好 这可让他又惊喜又诧异 看来这第一天的授课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紧接着 他让所有人都起立活动身体 然后原地踏步 这一次是没有任何人提出意义 所有人都在超错 讲台上喊出了高亢的口号 学生们那时表情亢奋 身体节奏整齐划一 踏步发出巨大的声响 文格尔表示 要让楼下上无政府课的人 吃天花板上的灰 同学们那时跺脚跺得更齐劲的 甚至整个学校都能听到 文格尔是又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才能快速区分各种团队呢 有同学回答说这个从衣服上 于是文格尔决定 让大家换上统一的服装 这样就可以排除差异化 好学生坏学生 贫富差距根本看不出来 用简单又便宜的白衬衫和牛仔裤 作为咱们的统一制服 没想到大家是一致的同意 等到了下课后 这同学们是纷纷到商场 购买白衬衫和牛仔裤 甚至都有人帮同学抢购 这小明呢 是将自己的名牌衣服 丢进垃圾箱里 浇上汽油 一把火通通烧掉 这像极的是要告别过去的自己 准备全身心的 投入到这个他喜爱的机体 文格尔老师的课程 那是迅速火遍了整个校园 其他课案的同学 那也是纷纷转科加入 大家看 女孩穿的红色商衣 是走进了教室 不过这刚一进来 他又发现 自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因为这其他人的服装 那是整齐化衣的白衬衫 牛仔裤 同学们是纷纷向女孩 投去了白眼 平时关系不错 同桌也来指责女孩 说你为什么没有按照 文格尔老师独裁主题课程的要求 和大家统一服装呢 当然这在课堂上 那是妥妥受到了文格尔老师的冷落 这小美举手发言 老师是直接无视 直到这班上没有任何同学发言 老师这才让她说话 小美的心里 毕业题有多难受了 上课时 这学生提议 要给咱们的团体 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同学们是纷纷提议 说什么恐怖小组 或者是梦想俱乐部 要不咱们叫海啸特了 最终经过投票 团体的名字定义为Divine 意思就是浪潮 这同学们为了给团体出力 是自愿设计的标舍徽章 看着大家的狂热 这小美的浪潮 是产生了深深的疑惑 等到了这下课后 小明那时又被学校 其他般的混混欺负 两个浪潮成员 是帮她赶走了混混 让小明以后别再低声下气的 以后他们再欺负你 就来找我俩 还把手机号码是给的小明 这也让小明从出生以来 那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安全感 他觉得自己加入浪潮 那真是正确的选择 这小明回去后 是直接给浪潮建了个网站 将一把手枪图案 架在主页开头 他和这浪潮的经营成员集会 选择在学校的医院 商场 餐厅内全都贴满浪潮的标志 他没有让全城的人 都感受到这浪潮力量 小明自己一合计 不行 我得干票大的 他把这浪潮的标志 喷到那50米高的楼上 直接是冒着生命危险 爬上了建筑工地的交手架 小明越爬越高 这双腿也开始发抖 同学们是赶紧拳他下来 但是他就像着了魔一样 丝毫听不进去 直到爬上楼顶 喷上浪潮的标志 到了这公开课的第三天 学校里面浪潮规模是迅速壮大 那又有很多人加入 曾经的好朋友 不是浪潮成员的 甚至都不给发冰淇淋 就连那班上的混混黄毛 也是加入浪潮 成员为浪潮设计了 专门的问候手势 用手摆出这波浪的造型 文格尔觉得这手势不错 成员立刻全票通过 这一下连小学生都开始纷纷效仿 不做问候手势就不能进入学校 到了这公开课第四天 小明几个人在街上走 那是忽然遇到了本地的几个小流氓 人小流氓十几个人都是社会青年 找茬理由就是你们喷的标志 挡住了我们的标志 双方那是直接开始动手扭打的力气 正要开始打凶架的时候 小明竟然掏出了一把手枪 小流氓那是顿时怂了 断着饭盒煮着拐棍 家的尾巴是灰溜溜逃走了 同学满意道这干嘛平时带枪啊 小明只是笑着说 这就是玩具枪啊别激动 小明迅速的把枪收起 这曾经胆小懦弱的他 到了现在已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随着浪潮成员的失控 那反对浪潮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文格尔在上班路上 他直接遭到了反浪潮阻弱的攻击 被泼的满车都是红热气 小明得知此事来到了文格尔家 直接表示要保护浪潮领袖 自愿当起了保镖 文格尔请他一起吃晚饭 餐桌上小明是言语偏激 表示我这一辈子都要为浪潮尽力 甚至还大谈发展规划 文格尔很是无缘 只能是劝他回家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 这小明还在门口 原来小明守得他整整一晚 他不允许自己的领袖受到伤害 浪潮已经成为了他的全部 你有想过吗 将一个善良的人变成恶魔 大不需要几天 这文格尔的纳粹独裁政治的课程 已经来到了第五天 浪潮的成员那是已经近乎疯狂 一场水球比赛 他们在场馆外打出标语 发放浪潮制服 不穿白衬衫的人 就不允许进入场馆 而这场比赛 恰巧是文格尔当教练 赛场上的白衬衫们 为浪潮的选手欢呼 然而这比了没多久 就出了件大事 看台上飘下反浪潮的船单 浪潮成员踢了普通学生 赛场现场打坐一团 水里浪潮的成员 也和对方打了起来 眼看一个选手就要被溺死 文格尔跳到水中 这才制止的伤道 作为浪潮的创建者 文格尔难辞其咎 回到家 妻子也说 你这就是利用了操控学生 以此来成就自己 他却认为这妻子就是嫉妒 气得妻子都率门而出 画面来到另一边 小帅和小美 这对情侣是也在争吵 因为这发放传单啊 就是小美干的 小帅那时十分恼火 控制住自己 打了小美巴掌 看着小美嘴角的鲜血 小帅也从疯狂中清醒了过来 自己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 他找到了文格尔 劝说他停止实验 因为实验已经让每个人 都变成了独裁者 小帅走后 这文格尔是若有所思 这一场关于独裁的实验 自己早已是深险其中 不知不觉中 就连发起实验的文格尔本人 也变成了独裁者 他决定要结束这一切 于是他给每个学生 都发了短信 召集他们在礼堂集合 画面来到礼堂 这文格尔是独步走上墙台 浪潮成员那是全体起立 整齐划一的向他进写了礼 他先冷读了一些成员们 写给他的信 大家的心中表达了 对加入浪潮之后的感受 所有人是都在这里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信和归属感 文格尔放下了厚厚一达兴建 那是直接开始了激情的演讲 德国的社会问题 政府的不作为 社会问题频发 这恐怖事件还时有发生 经济状况越来越差 事业率越来越高 这些问题导致得穷人越穷 富人越富 这一番话 那简直是说得在大家心坎上 台下的成员们是热烈鼓掌欢呼 趁着大家情绪高涨 文格尔提出 只有浪潮才能解决这一切 台下呢是再次欢呼 掌声更加激烈 小名出去激动 那是一直点头鼓掌 这时小帅忽然站起来 让大家不要相信文格尔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骗局 这一番话 那是直接给台下的人听懵了 哪个人吃的雄心抱 咱敢反对浪潮 成员们那是一个个摩前擦掌 文格尔命令将小帅解压上讲台 四五个人上去把小帅押到台上 文格尔提问 但是却没有确切答案 文格尔让小胖回答 小胖说道 我会听从文格尔先生的安排的 文格尔大喊着 我们可以把他搅死或者砍头 这些都是独裁政府会做的事 忽然这文格尔话锋一转 那如果让你们杀人呢 你们也会照做吗 那你们和独裁者还有什么区别 这五天的时间只是一个实验 现在浪潮应该结束了 这下所有人情绪是瞬间低落 纷纷跌下了头 听到浪潮将解散 这小名是跳了出来 他简直不能接受 浪潮并不是一无是处 犯错我们可以改正 但是文格尔表示浪潮真的结束了 大家也开始纷纷退场 就在这时 忽然小名拔出了手枪 对准了文格尔 小胖以为这是把假枪 却被小名一枪击中要害 文格尔试图劝阻 但小名的情绪已经完全失控 他喊着眼泪表示 文格尔让小名放下枪 你开了枪 浪潮就没有领导人了 看着眼前的状况 小名接受不了现实 他竟然直接选择偷枪自尽 浪潮虽然带给他自信与力量 但却让他迷失的自我最终酿成了悲剧 警方赶来将文格尔带走 他在车上是颜面哭泣 悔恨自己当初根本就不该做那个实验 因为这不是所有人都能独立思考 看来这人性是真的经不起考验的 本篇到此结束 本篇叫浪潮 本期问题 大家觉得五天真的能改变一个人吗 觉得能的发三个一 觉得不能的发三个二 本篇浪潮呢 由德国的著名小说改编 短短五天的时间 浪潮的成员们 由一个个善良的学生 变成了激进分子 小名还开枪杀了人 这种转变 简直不可思议 文格尔老师也没意识到 这种洗脑这么厉害 如果一直发展下去 可能真的会席卷整个德国 只能说还好文格尔是玄阿勒马 最终是没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 不过这我觉得最惨的应该是小名小胖 这就是妥妥的实验牺牲者 其实这片跟禁忌女孩稍微有点像 都是在玩弄人心 只不过是文格尔玩得更夸张了一点 本篇好看 欢迎大家去看原篇 好了 本期能遇到这了 这是波罗的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我和李博言会一起结束 喜欢我们熊熊的 点订阅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